災後的三個部阶,三個階段來防治 下一頁 這個剛才我們歡迎有一個報告啦 這強降雨在最近的發生 都是免小時時雨量破百 最大的是在6月14號 大安公文地區 免小時131毫米 是最大的一個雨量 所以造成那個防空工程 免防碗容量 所以有必要 我們市民跟市政府兩個合作 才有辦法把這個災害降到最低 所以我們訂定了這個方案 從災害的減薪的通報 給市民的防範 再來就是市政府的一個 抢救隊的 事先的防治抢救 再最後一個災害的防治 災害的復原 下一頁 這個是我們目前 市政府一定的一個 防災減災的工作方案的整體的架構圖 從這個市政府的一個作為 還有綠色的部分是 我們市民配合的一個防災的作為 所以我們整個一個架構 從強降雨的之前的整備 到了強降雨當中的整個應變 再來就是市民的復原 都有擬定一個SOB的機制 所以我就這個機制裡面來詳細的說明 這個災情的準備 我們從 災情的準備是從 事先的告知 從里長的告知 這個淹水的區域 還有從 從他送這個沙包 還有這個水雜餅的申請 這個水雜餅的申請 等一下明日會詳細的報告 那民眾接到這個資訊以後 那民眾會開始架售這個鐵閘門 還有堆積沙包 避免這個淹水 下一月 這個就是整個 我們消防局當有強降雨的時候 會通過檢訊的通報 各市政府的各單位來準備 還有通知 七通所 請里長來轉知 我們的里民 來執行這個防災的工作 另外 我們在 台北市防災資訊網 也建置一個民眾 接收水情的資訊服務平台 讓民眾來 來知道 他們的所住的地方 是不是有強降雨的發聲 那市民也可以在這個網站裡面 登陸聯絡的資訊 並顯著他們關心的行政區域 當雨量達到一個警戒指的時候 我們會發生這個資訊讓民眾提早來來採取這個防災的措施以達到減災的效果 那在變一變中 像我們持續的 消防局就將持續的雨量的情形 繼續通報 那右上角這個地方之後 我們消防局通報的 像舉例目前 文山區的石油量已經達到10毫米 10 1060毫米 石油量達到60毫米 將這個 如果持續的話 這個區一定會 在道路一定會淹水 請市民 即早提 那個 做防災的準備 另外 在左下角這個地方 我們 公務局的水利處 也會 抑制的 抽水機 達到現場 來 採取這個抽水 會幫助民眾 如果有淹水到 家裡的話 我們會 幫助民眾來淹水 那市民的配偶部分 我們希望市民 接到這個訊息以後 趕快堆積沙包 或者是水閘門 要趕快設置 這樣就不會 淹到家裡 或淹到地下室 來共同採取防災的措施 在下一頁 那另外災變 在這個應變裡面 我們 有災情通報團隊 由民政局來主政 結合了 我們李林 李長李幹事 還有我們 水利環保 消防警察等單位來 蒐集 哪個地方 有淹水的時候 我們採取緊急的應變措施 到了 區的應變中心 我們會結合了各單位 來應應 下一頁 這個是 災 災種應變第三個 就是由 水利處的搶救隊 一千的監控 有殖日的 持續的監控 等到災情擴大的時候 我們這個黃線搶救隊 會到達現場來 使之 跟協助 市民來搶救 第四個階段 第四個階段是 護員的階段 在護員的階段 我們會 這個 繼續的 有 積水的地方 我們會繼續的 協助 市民來抽水 那另外 就是有 積水的地方 如果 還要積水 我們會按照 有相關規定 由民政局來發放 這個補助的金額 那這個等一下 民政局會詳細的說明 那市民也可以 在這個時候自己打掃 我們也 環保局會協助來打掃 那另外 可以申請這個補助金 我們會 有一個 機制 來發放這個補助金 好 最後就是一個 環保局的一個 災後的護員團隊 因為環保局 這個 防汐的 植制小組 在災情擴大 到最後的整個的 災後的護員 會有一套的SOP 機制來 實施 最後一個結論就是 我們希望透過 市府的 防範的 防範的措施 還有請市民的配合的 防災的 防災的作為 來進行 這個 讓 災害 檢視最低 那我們在最後一個 呼籲就是 我們 消防局在台北市 黃災私信的網內 新建制一個民眾 接收水勤的 私信 那個 服務平台 所以請 激水或淹水地區的民眾 永遠來 上網申請 以便 早早預防 這個水災 發生 謝謝 謝謝吳局長 那剛才提到 就是接下來針對這個 淹水模擬的地區 尤其是在山區的部分 我們請公務局 黃副局長 是不是跟我們大家說個報告 不好意思 好請那個 陳燒 陳署長 謝謝 各位媒體先生 女士大家好 首先我們這裡來看一下 就是說 民眾會關心的就是 為什麼 是我加淹水 那我加淹水 可能會淹多少 這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文山的 這個 地形 現況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 新海路 45段 新隆路 23段 這個交叉口 附近 這個旁邊 這個高層 都15點多 14點多 在這裡 只有12.32 那這個地方 12.03 就是 湖心路跟 新隆路口 這個地方 12.03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地方 他就是比較 低挖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 下大雨的時候 常常這裡會比較容易 積淹水 這個是第一個 先跟各位說明 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台北市在文山地區這一塊 他的保護標準 目前大概降以 59.1mm 的時候 他是我們的 黃紅排水 可以輸送掉的 那如果超過59.1 的時候他就可能會有 積淹水的情況 那我們民眾就會希望知道說 我可能會 哪裡會積淹水 我們這個是 台北市 五年的暴雨頻率是78.8mm 就是這個標準底下 如果降到這78.8 在這個新隆路這一段 這個地方都可能會積淹水 這個大概就是 民眾特別關心的 那我們把這個 在降雨強度再往上拉高的時候 如果到100的時候會怎麼樣 100的時候就是說 除了剛剛看到的 這一些地區 他可能淹水 在30公分以下 那另外在這個 新隆路 三段八六項這一塊 也增加出來 所以 大概78.8跟100是差別 他在這裡會再多增加 那其他的 大致上就是 淹水程度的 高低不同 因為他30公分以下 剛開始可能是10公分 那78.8可能是30公分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 特別在做一個就是在614的時候降雨到131mm的時候 我們再看130的時候 130的時候 這邊跟100就差非常多了 這幾個地區 像這個最低窪的地區 這個是 泉綠色的 他原來是30公分以下 現在可能就會超過30公分 甚至 將近差不多50公分左右 到1米左右 這個大概是 整個泉綠色的是特別不一樣的 那這一塊就是我們把它做一個 淹水的這個 降雨模擬圖 那這個模擬圖我們會 透過這個里長 還有林長這邊的里林辦公室這邊 去跟民眾先去譯為告知 那這一塊就是說 達到一個提醒的目的 以上做一個簡單報告 好 現在陳處長 那接下來也是市民很關心的 就關於這個補助的一些事辦計劃 那我們請民政局的余祖祕 跟大家說明一下關於這個防水閘門的補助計劃 市長 各位長官 以及 今天在座的各位媒體系的女士先生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民政局 民政局 緊針對著台北市水災受災戶 鼓勵設置 防水閘門補助事辦計劃 有關補助對象及標準以及 申辦的流程 做一點要的報告 我們針對 0607 0614水災淹水戶為事辦對象 經費額度內 我們會接受本市近五年淹水戶的申請 那麼針對地下室車道出入口市 單車道者 每處 補助 兩萬五千五百元 地下室車道出入口市 雙車道以上者 每處補助 四萬 兩千五百元 一樓出入口寬度在一公尺以下的 每處補助 一萬兩千五百元 一樓出入口寬度超過一公尺以上的 每處補助 兩萬元 那麼設置的高度都是以九十公分為主 未達 則依比例遞減補助金額 主要的材質是設定為 鋁合金或者是不鏽鋼 那麼一戶或者是一個 大樓管理委員會 我們是以補助兩處為限 那麼這項事辦計劃我們就從八月三號到九月三十號開跑 那麼請民眾 可以向我們的區公所來提出申請 那麼這個申請的流程 主要呢 就是 直接向我們區公所來提出申請 那麼 區公所接到這樣的申請案呢 未來協助配合辦理現場的一個 勘查 勘查他的裝設的位置 以及他的資格 是不是符合我們的規定 那如果一切符合的話 這個申請的表件 我們也會贏一份 送交給我們的申請人來 收職 那麼我們在接受申請的兩個月內 要必須要來完工 所以他必須要撿付 施工辦理前後的照片 各兩張 那我們如果核定的話 也會把印本 來讓民眾收職來查驗 那麼在這個接受這個申請的 這樣的一個符合資格之後呢 區公所必須在兩週內就辦理現地的查驗工作 查驗工作符合呢 我們規定是在查驗合格後15天以內 一定要辦理這個 費用的撥付 以上是針對這樣的補助的標準 對象 以及這樣的流程檢要的報告 報告完畢 謝謝各位 謝謝民政局余竹命 就是針對這個補助的部分 8月30號開始就可以跟去國省為申請 那接下來我們請柯文哲 柯市長針對今天這個防災 強降雨的防災減災的工作跟大家做個說明 請柯市長 那個 水災大概是無法避免的 特別是目前氣候變遷劇烈 強降雨出現很多次了 所以 常常 一下就會淹水 那 關於水災 台北市的 目前分前災前準備 災中應變跟災後復原 三個部分來處理 那今天主要講的是災前準備 我們會公佈 那個液淹水地區 那消防局會把這個圖做出來 第一階段是先公佈文山區的 然後會再逐漸把整個台北市 容易淹水的地區 那個地圖都會做出來 像剛才水利局那個就很清楚 一小時下70圓面會淹哪些地區 下100圓面會淹哪些 下到130會淹哪些地區 所以 到時候我們會把這些 會 會按照這個 把這個圖做出來 然後會送到各 里長 OK 那也讓 讓所有的里長 里幹事 對他們 適合自己所處的區域 是 那個液淹水地區有個idea 然後我們會成立這個網站 會讓個人來 登記 如果在哪一個區 那如果有需要 希望可以直接接收到台北市消防局送給你的簡訊 或是通知的話 他會 你在那上面登陸他會送給你 那當然也會有人講說那很多人不會用 這種電子設備怎麼辦 其實我們除了個人以外還是會 基本上還是會通知所有里長跟里幹事 那這些通知系統 我常說先事辦上網 那使用上有什麼問題也歡迎大家再提供意見 那比較特別的是今天有公佈那個 個人 這種防水的設備 比方說防水扎門 有來申請的我們會補助 意思就是說 過去整個中央政府的規定是 淹水要30公分以上才補助 那事實上台北市政府在過去 在50公分以下 50公分以下才補助 不過台北市政府在過去在淹水在50公分以下也有補助 但是我覺得 既然這個也是不合法令 所以在 所以以後就不花了 但是這種錢 我們就是說 我們鼓勵液淹水地區的民眾來申請這種防水扎門的這種 工程費 那意思就是說 希望說我們還是在 中央政府的標準之下來 來發這個 水債的補償費 那 將來就50公分以下就不付錢了 所以淹淹水地區的民眾是歡迎你們來申請那個防水扎門的工程費用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柯市長 那有其他 副市長或是其他局長要補充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 是針對今天的記者會先做這部分的提問 蘇長 市長請問一下 之前你有講說如果淹水的時候不自救的話就不賠償 那 這個東西目前還是定案嗎 以及要怎麼來正認定一些 剛才講過 目前我們中央政府的規定是淹水超過50公分才有補助 那過去台北市政府比較寬50公分以下有補助 那以後我們就按照中央政府的標準 不過我們在一淹水地區我們推出這種 防水工程的補助案主要是這樣 那將來我們整個台北市 關於水災的補償費用就按照中央政府的標準統一 就不要跟其他縣市不一樣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問於今天記者會的部分 都沒有 評 市長不好意思先問一下實事題 就是今天下午要針對這MGC19出庭 對然後這部分因為剛才羅書瑞有說他希望就是給你回過了機會 而你今天要出庭是因為是他是真字案 會不會覺得有未審先判的感覺 我先打 如果沒有淹水的話你那個其他所長如果有需要公務的就可以先行離席 你們就可以離席了 留下 獨自孤單的面對所有的 不好意思 公務委重啦公務委重 我覺得台灣的司法是很感冒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努力的讓台灣的司法 能夠朝向公正獨立 可信賴的方向去前進 所以我就很平常心去應付嘛 那該講什麼就講什麼 這也是我一直很大的目標 希望台灣有一個公平獨立可被信賴的司法制度 這是每個人努力的目標 那我也希望說每個人都 這個努力的目標每個人都要去做出他的contribution 就是貢獻 那所以我對今天的這種態度就是說 你要問就問啊 我就跟你講到底怎麼一回事 這樣就好了 我們相信司法是公平的嘛 除非有一天真的你就發現他不公平 不然我們應該 這是我們 我想這是有一個 每一個台灣國民應該努力的目標 就讓台灣的司法可以成為是 可被信賴的 那這個就是靠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羅淑磊的部分呢 因為他其實早上已經先出庭 所以你下午不會跟他見到面 然後他有說他希望給你一個回過的機會 我的答案是齁 我活慈悲 好 市長那個關於國台辦他回應就是說 雙城會議目前還在持續的進行籌備 好像並沒有說要停頓有個正面的回應 市長你怎麼看 這本來就是這樣嘛 這種還是一樣啦 如果大家 目標都一樣齁 促進交流增加善意 那當然過程一定要協商 一定要討價還價 這也蠻正常的 所以 我都覺得是這樣啦 就繼續把他 我們就努力 繼續的把他 推動下去就好了 市長那這樣子算是 陸方對您的 一五新觀點有個正面的回應嗎 應該這樣講啦齁 就是回到我講的那個 一五新觀點的基本概念嘛 互相了解 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所以所以我常常說 每次你們問我說你們對他的講法有什麼看法 我就說我都尊重他的說法嘛 我了解也尊重他的說法 那當然也希望啦齁 在大陸方面也可以了解也尊重台灣的一些想法嘛 但最終目標就是兩岸可以合作嘛 總是 和平還是大家希望的嘛 也沒有人希望說大家這樣怒目相向嘛 對不對 所以我以前說 如果我們相信兩岸一家親的想法就是 中華文化圈這種概念那就好辦了啦就是 還是有相同的東西嘛 對不對 這樣的話只要目標確定 促進交流增加生意 那就 過程當中喔 不免會有一些討價還價啦 增值啦 這一定有的嘛 那就 心平氣和 繼續走下去就好了 市長請問一下 今天有張照片是說就是 那天凡客剛那天晚上啊有學生駕住教官 你覺得這樣子的行為是你覺得是 適當的嗎 以及說你說那個警察局長下令不肯上一個人下令 然後你覺得是不是 你在警政方面可能有管不到北市警察的地方 這個是這樣啦齁 像這種東西就是齁 就是有各種資訊 有時候有各種片面的資訊 所以 我們昨天就已經指定登附 鄧家騎副市長齁去組織一個 專案小組嘛 我們一定會把記者找來 把學生找來齁 還有警方 三方的資料收集嘛 那 那當然最後警方還是會送一個報告上來 那 反正就是按照最後的這種報 這種調查報告齁 再決定怎麼處理 那我的態度是這樣啦齁 那有人覺得 當然我在媒體很多批評說我好像比較 袒護或偏袒這種警方 我的態度是這樣 常常上游不解決 拖到最後就一定要 一定會發生這種事嘛 那警察就不得不出來嘛 然後現在大家每個都在怪警察說 你們怎麼這樣 去逮捕學生 要問的是說 前面把他搞定就好 如果你教育部長出來 出來跟學生對話 把問題解決掉就好 你們每個都 把問題一直拖拖拖拖拖拖拖到最後 那一定會出現這種局面 那最後警察不得不出來 然後就開始說啊 你們警察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為什麼 我是 當然對啦 有人就都講說我怎麼好像比較偏袒 我看那個 晚上扣應節目好像每個都說我好像太偏袒警察 為什麼跟以前那個態度都不一樣 因為基本上我認為這是政治案件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用這種政治案件 你知道 這種政治案件的事就不要讓那些事務官喔 就是說這種國家公務員去扛太多責任 我是不太贊成啦 不過當然我們還是會 會按照調查結果還是會 還是會處理嘛 到時候再講嘛 總是有真相在處理嘛 現在真相也搞不清楚 你要叫我處理什麼 等一下那個 市長已經有回答 院長問什麼 那當然你一定要問 我覺得這就是喔 搞不好他們兩個在跳舞也不一定 對不對 所以 所以總是把三方都叫來問清楚再講嘛 你要照一張 所以一張照片有時候還蠻 蠻 蠻 看圖說故事喔 有時候 有時候很難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還是我的態度還是一樣 讓 讓專案小組 調查清楚 報告上來我們再決定怎麼處理 市長 市長問一下 那個 那個 花蓮市現場 說明明說你的公共住宅 是注定出敗 他說你沒有能力做 我大概剛才有看了一下 他好像把公共住宅跟社會住宅搞混了 是不是這樣 社會住宅就是說給那個 那種 平民的那種住宅 公共住宅不太一樣 公共住宅是 其實我在想 我以前那個 其實我這次去韓國看一看喔 還是有一些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一開始我們那個連開宅 所以說現 收入在40%以下的 其實這個 這個是 將來要慢慢 要解開了 我想喔 整個 整個公共住 我想那個 傅崑崎那個是 他把社會住宅跟公共住宅搞混了 這兩個不太一樣 再來是這樣 如果我們是世界上第一個 我會害怕 不過如果韓國有成功的經驗 那甚至不管 香港 新加坡 在公共住宅 我們還不要說什麼 你要說德國 或是 其他國家 歐美國家不要先進 我想如果新加坡 香港 韓國 都做得到 那也沒有理由就先 先認為說 我們 我們不行 我想那個大概 大概 不需要這樣想啦 當然有沒有困難 廢話 一定有困難的 不過我想最重要是 他把公共住宅跟 社會住宅搞混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還是會 不斷的學習 去看看人家成功的經驗 然後再想想看 然後再 再找出一個 再提出一個 適合台灣本土發展的 公共住宅政策 但是我已經講過 如果 高房價 是 台灣人民 特別是北台灣 人民 特別是年輕人很痛恨的題目 有時候我們就來反省 過去20年 為什麼我們的中央政府 對這個沒有提拔 當作一個重要的議題來處理 所以我想是這樣 有時候總統大選到了 你知道 以其在那 口水戰 你知道 不如慢慢來討論一些比較實際的問題 比方說 桃園機場跟松山機場的問題 這是大題目 到底政策 因為我最近有看到那個 經濟部的態度 他說 其實 第三堂下 第三跑道 改了 松山機場也不要撤 這就是大問題 這是政策辯論的題目 OK 比方說 台灣的公共住宅政策 到底要 中央政府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跟地方政府如何合作 這是很重要的題目 所以說我倒覺得 我們慢慢還是要走向一個比較文明的國家 就是說 口水太多 對國家也沒什麼好處 所以這種公共政策辯論的題目 還不如拿出來討論 我也希望說 在這一次總統大選當中 是不是 開始討論這種公共政策 可行方案 又不是老師在那裡 課綱 什麼專來專去 不是什麼好 好好好 對國家也沒有什麼好處 最後兩個問題 市長我們問一下說那個 教育部當天晚上 張其文是堅持不放記者嗎 那聽說好像我們 市府裡面很多官員 希望他可以審慎處理 他最後 沒有要放 沒有啦 這就是這樣嘛 總是要有真相 對不對 因為我說 因為這樣啦 像自由時報要寫什麼 什麼 秋風光要換張其文不放 我都不太相信什麼可能 但是這個 當然我現在也不是要真相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 把這些報告弄清楚再講 我沒有辦法看報辦案 更不能看報懲處 對不對 市長 這讓我們也蠻關注的就是說 您剛剛講到是大方向處理 但是就是說可能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這次事件似乎 今天有報載 就暴露出來說 整個市府的一個高層 其實在夜間的一個緊急機制 目前是會檢討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對於這個媒體採訪的全部分 當然我們知道 你想要走一個大原則 不過不可否認的 這次的一個事件的處理 已經為台灣的媒體 未來可能在任何一個採訪主的一個環境 都可能因為被採訪者 當中他主權的一個 對他自己的 權力的侵犯 所以會反而用這個例子來侵犯 新聞自由 那您當然有講到說這個不能讓屬下去承擔這個責任 那我們想問您是說 如果說未來發現確實是屬下的責任 你要怎麼樣扛這個責任 第二個部分 您怎麼樣來做一個方式來補救這樣的一個新聞自由 已經被殘害的一個事實 第一點喔 那個 其實我是一個很有反省能力的人 像你剛才講說夜間那件事情 我們的確 我們我想 林特明就是專案負責人 遇到緊急事故的時候 特別 你不要以為市長隨時都有辦法反應 因為我常常在台上演講 根本就沒辦法下來 而且一講就一個小時 所以變成 下面 後面有沒有 誰是第一順位 如果找不到人要怎樣運作 所以我們 還有一點 Information 當第一瞬間 特別是夜間 那種消息 序局不清楚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如果做緊急應變 好問題 我們的確在這事件當中發現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 內部已經在討論 如果建立一個台北市 緊急事件的那種應變的SOP 這第一點 所以我們的確有在反省在處理 第二點 新聞自由 這本來就是 不是價值 我們也是支持 可是在新聞自由跟 管理之間 還是要取得一個平衡 當然這有各種講法 像 坦白講我還不是一種那種 蠻進步思想的人 一開始我們 我想一開始上任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讓媒體跟警方去討論一個 一開始我想 因為警察局就跟我抱怨 他說他到底是記者還是民眾 他怎麼分得清楚 所以一開始我們要求說那是不是記者要穿上背心說你是記者 結果這馬上被記者協會K爆了 所以我們沒有 沒有sense 沒有新聞自由概念 他們被罵一罵說好吧那倒過來那我們不能要求記者那要求警察可以吧 要求警察要穿上那個新聞聯絡官的背心 讓媒體可以有一個聯絡人 那我這次也問那個局長說為什麼我們當時都講好一套sop沒有跑 他說這個事發突然 他說學生離開突然衝回來 他們根本就 如果他可以讓你衝進部長 就表示連警方都沒有想到 所以他跟我說那種突發事件根本就 如果是正常的群眾運動事件 他保證一定會穿上背心你知道 新聞聯絡官 讓媒體可以有一個窗口 他說那根本那天 如果他知道他就不會讓他衝進部長室了 所以他也說那這個sop他絕對回去要再改 我說好吧那改就改 所以我想是這樣 新聞自由是個補助價值 當然我們會支持 當然 在管理上我們還是要有些管理 總是要會 所以我要求邱鴻光局長跟媒體團體有沒有 要去協商 看就是說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特別是緊急事件的時候怎麼辦 市長請問一下 當時的有很多音檔跟影片都 記錄到說 張啟文局長 分局長明明就知道他們是記者 明明就知道他也說把記者管束起來 在這當下是還原到說明明就知道他是 那還要管束或做其他處理 那我的態度是這樣 就是說 當然這個要檢討 問題要怎麼檢討 不過我想是這樣 他們當然 他的辯識一定說 教育部就 就來告狀 就來報案 說他們是現行犯 我們就把當現行犯處理 沒有啦 我想是這樣啦 各位 批評的 疑問的 我們都把它記下來 我們會處理 總是要有一些時間 另外一點 有時候 很多人都是當事人 你知道 所以調查起來有些時間 要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會處理 那最後一題 政治案件的話 你怎麼看 如果他是政治案件的話 你怎麼看 先抓記者在取證 以及檢察官在裡面的角色是什麼 相關細節 都專案小組會一定檢討 之後再去說明 景明豫最後一題 我想是這樣啦 媒體一直要追問 不過是這樣啦 因為事出突然你知道 分局長做的決定 然後 然後 當然後來才有局長 那後來檢察官 所以這已經 我沒有把這個事情當作一件事情 然後再檢討說 如果重來變 怎麼去處理 當然是這樣啦 當然你說 我覺得是這樣啦 其實 局長處理 分局長 處理過去的群眾運動事件 很有經驗 我知道 但是這樣啦 新的規則他還不知道 所以還是 我想還是這樣啦 不叫河沙位置虐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釐清啦 那個市長不好意思喔 就是那個北北基的 計程車確定要調漲 那可是很多民眾抱怨說 現在油價都已經下降了 而且還有就是說 我們的薪資也倒退16年 那您剛剛也談到高拔價的問題 那也會覺得說 那現在在這個時機點調漲 會有點不合理 這個是這樣啦 我的行政原則 就是大方向確定 然後授權各 各部門去處理 事實上這個漲價喔 在今年1月就確定 要漲多少大概 差不多到3月大概能夠確定 但是我就 我當時就跟那個 計程車的工會就說 那 時間啦 由你們去決定 如果下次要漲 要漲成什麼樣子 這是先確定 但是timing喔 就時間喔 是由計程車的 他們這些駕駛工會啦 駕駛人工會 或是那個 計程車工會去決定 意思就是說你知道喔 我想他們自己會去做判斷嘛 如果說一漲價 大人少了 他們也不會那個 所以 所以我想是這樣啦 政治上 基本上我還是亞當斯密斯的信徒 就是說每個人去追求他的最大利益 合起來會是社會最大利益 所以漲價齁 事先 市政府就核定了 但是漲價的時間是由 計程車工會他們自己去決定 所以他們會自己去衡量嘛 所以這就不需要 台北市政府去替他背書啦 或是替他 他自己會決定嘛 好謝謝大家 今天記得會到這邊 謝謝 市長你昨天在演講的時候 提到那個 松菸的煙囪倒了就倒了 好像有些團體批評說 你是失焰 那因為巨蛋大敵8月中就完工 接下來巨蛋到底要怎麼處理 有進展嗎 這個有時候 有時候齁 這個就是要有前因後果 我當時的講 我翻原當時的講法 因為當時那個大巨蛋大敵沒有做好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焦慮 所以我 這個就是講我心裡面的話 就是說 我那時候想說 哇 松菸如果倒的話 我還可以忍受 當然這個文史團體聽了一定會跳起來 我那時候最怕的是把南線出事 所以對台北市長來講 這個 挖那個大巨蛋 當然松菸受到影響 可是我當時最害怕的是 板南線出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 如果翻原故事就是說 我當時的心態就是說 啊 松菸倒了就算了 那個大巨蛋 那個板南線出事的話 那這還得得了 所以所以 故事 我在講的是 故事是這樣 那是不是松菸一樣很關心 你要補這一句 好啦 那不是失言啦 市長是從那個人命的角度去出發 不要擴大這部分了啦 就你又讓他再講一次就對了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 我補充一下啦 好 大家可以參考 那個什麼跳舞的 第一個市長沒有看到那張照片 第二個那個 絕對不適合這樣講 所以請大家見諒 然後 UNO